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美的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海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河娜 今天的有网友问 在韩国整形医院做手术退税 要退税的话是加价吗 他这样问的 因为咱们中国的宝宝过来的话 可能因为涉及到手术价格的交钱的问题 那我们一般的话 其实我们报价的时候 这个手术价格都是 因为韩国这边也是规定的嘛 无论我们是做手术 还是买东西到超市买东西 或者是百货店买衣服 我们都是有这个附加税在里面 这是法定的 法律规定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报价的时候 都会就是说加到这个 已经包含附加税的这个价格 是报给那个顾客的 那一般的话可能就是说 整形这方面的话 可能就百分之十个附加税 这是法律规定的百分之十个附加税 那我们去开退税单的话 退税到机场退税 你可能只能退到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左右 这样价格 百分之十完全是不可能 完全百分之百退回来的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不是医院加价的这样的问题 然后让你去退税 其实这是法律规定 你做手术 你这个价格额外要有百分之十的这个附加税 这也是法律规定的 对 你要交的 所以说大家都不要觉得 是不是我加价来讲 不用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这都是法律规定的 对 比如说医院自己想要给你加价 我要多收钱 你要退税 然后我给你多收钱 然后再去让你退税 其实不是这样子 是韩国的这个法律规定的 对 行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好的 拜拜 拜拜